我知道是 后来是透过二伯的安排 要去到育幼院 开始一个新的生活 那时候因为姐姐比较大了嘛 所以姐姐她自己可以念书 可以这个办公办读 可是你们 你跟弟弟还小 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很抗拒 对啊 就是那时候妈妈还在 然后我就会跟二伯讲说 为什么我又还不是孤儿 可是明明父亲不在 整个家庭就少了支柱 然后也都很不稳定了 而且妈妈状况可能也比较不好 因为不稳定 然后我就一直 告诉自己说我才不要去那里 然后你不管你怎么逼我都不要去 但是到了后来 其实也是就像我刚刚说会累了 就可能会疲倦心里也累 然后你的肉体也累 就是每天要面对这样子的生活 就有一天我去找我二伯 就说二伯好吧 那我们就去试看看 其实我二伯他是一个牧师 他有压力 因为在外面的人会说 你是个牧师 把自己的弟弟的孩子送到幼院去 是多么残忍的一件事 那其实我那时候也为二伯着想 那他很辛苦 爸爸不在的时候 他是我们第二个父亲 为我们安顿 我们的房子 然后我们的三餐 然后帮我们打理一些 都是他在照顾 他就把我们都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 然后就一直都不被很多人谅解 对 然后当然我知道他是为我好 然后有一次是我的堂妹跟我说 二伯有天要睡觉的时候 他就拿着爸爸的遗照 然后他就拿 看着看着他就哭了 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然后我堂妹起来上厕所 他就看到从那个门缝上看到 他爸爸在哭 然后就一直喊我父亲的名字 就说为什么他要这么早离开 然后让他少了支柱 就是没有办法分享 没有人可以倾诉这样 然后你要这三个小孩怎么办 然后他也很舍不得 我相信他也很无奈 对 然后我堂妹就这样跟我讲 我就说好好我们让二伯好难做人 对 然后我就想说好 我们就去住看看 所以我跟我弟弟就打抱东西 又一次转学 就到六归去了 过到了这个六归幼院的生活 其实重新展开一个新生活 刚开始应该很不适应 很不适应 其实在那边有一个礼拜的适应期 就是你可以不用去上课 你就每天就在院里面走一走啊 看到老师聊聊天 适应环境 对 他们也想要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人 需要从什么角度帮助你 然后那时候我就是见人就不理的 那时候我是怎样 但弟弟还小 他当然就找小朋友玩啊 就开始 结果他混得很熟了 你是不是因为会在意旁边人的眼光说 为什么你会住到育幼院 对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一个礼拜过了 我都不敢去学校 就是我好不想去 因为我是跟育幼院小朋友的车队一起去的 那以前我们一人一台单车 骑到国中去 然后一大排一大群人 然后三四十台这样子去 然后我就好不想在那个车队里面 因为大家都会把我归类为是育幼院的小孩 而且大家都觉得说育幼院的小朋友应该都是没有爸妈的小朋友 对 可是你明明有妈妈 但是因为很无奈你就必须要去住 对 可是没有想到在育幼院的生活 其实就也让你的生命整个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 对 其实都是在比我更小的小朋友身上看到的东西 常常我们像我去不到一两个月又会有新的小孩进来 不到一两个月又会有新的小孩 有的一来伤痕累累 然后可能这边又有打石膏 然后又有钉什么钢钉之类的 就固定的那种 可能是被驾暴 对 还有是直接放在门口 被文字咬了一两天的小baby 然后我都说觉得天哪 我怎么会这么笨 就是怎么会觉得自己这么可怜 我就说对 虽然我们都是有坎坷的故事 但是这些小朋友每天可以很乐观的 他们愿意接受当下 就是接受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 然后我就会觉得 真的要回转向小孩 就是很多事情我为什么要去坚持 我就开始相信说 因为里面是基督教育幼院 然后老师跟创办人 其实他们都是每天会找我们 然后为我们祷告 问我们的需要 包括我们每天晚上睡觉以前都会成 就是玩岛 然后彼此分享 就一圈坐一圈都是女生 然后在学校发生什么事啊 然后考试考几分啊 然后有没有需要祷告的就举手 我那时候都不敢 但是他们每天每天都会提名要为我祷告 就是文英还是有点不适应 可是上帝 上帝让文英知道说大家都爱他 然后让他赶快接受我们 那时候心里面想 我心里想说很讨厌 就是很抗拒啊 但是到后来就觉得大家是真心的 就是包括我在睡觉的时候 因为都会偷哭 有自己的床 然后隔壁床的大姐姐 他们都会过来说 文英我们以前也是这样啊 可是你看我们都 现在那么多兄弟姐妹 你去哪一个家庭可以找得到 真的 对他们就这样讲 我们就想说也对啦 后来就慢慢适应了 然后跟很多老师小朋友都处得很开心 然后就觉得 这边真的是上帝为我预备的一个人生的一个专利点 一个赞 对 而且六位幼儿园大家都知道 非常有名的就是他的这个院内的合唱团 那个时候你也是合唱团的成员 对 也因为这个参加了合唱团 所以到了世界各地去巡回很多 去了听说这个去十几个国家 差不多 对嘛 然后呢也奠定了你歌唱的实力 而且听说你们这个幼儿园最有名的 这个一首歌是每一次在表演 最后都会唱的一首歌 叫做那双看不见的手 这首歌 我知道是每一个合唱团团员在唱的时候 常常会非常的感动甚至掉下眼泪 而且这首歌对你来讲特别有意义的 为什么 我在第一次听诗班唱歌就是唱这一首 然后刚好那时候有很多客人来访 很多善心人士来捐赠什么 然后小孩要表达他们的感谢 就用唱歌的方式 然后当唱到这一首的时候 我就很祝 因为我很爱唱歌又爱音乐 然后我那一天第一次进到幼儿园的教堂 听小朋友唱歌 然后我就听 然后开始第一排的小朋友就真情缭路 你知道 他们就掉下眼泪 然后手都一直在颤抖 我就说发生什么事 那时候其实我自己也吓到了 因为他们平常不哭的 我不曾看过他们哭的 因为其实在幼儿园的孩子都很坚强 对 很坚强 很开朗的 然后我就很好奇 每个人唱完的时候 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 然后我自己就受到感染 你知道吗 我开始从那个歌词里面听懂了 他们在唱什么 然后我们慢慢了解 为什么他们会哭 然后后来这首歌是我们每一次表演 做Ending的 然后牧师就会也是会呼召 然后让人觉知信主 我们每次用这首歌 圣灵就会大大动工 就是会 我自己也会非常感动 其实我脑海里面很多画面 它歌词当中也提到说 是你的手 丁衡的手 重新抚慰我破碎的心田 我这样 我每次唱我都觉得的确上帝 我真的感受到你了 我就说 要不是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其实今天我也不会这样 而且我也没有办法站在台上 跟大家分享 让大家就是 就是得到你的救恩 其实从文音刚刚的分享当中 听得出来 在育幼月的生活 影响它非常非常大 对 那我相信 在电视前的观众朋友 一定也迫不及待想要听 想要有这样的感动 听一下 这个育幼月 六位育幼月他们 最有名的合唱团 每一次他们必定要分享的这首歌曲 那双看不见的手 我们一起来欣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